由慈青所举办的零负担市集是一个汇集各式各样二手画品的地方 包括衣服、玩具、书籍、盆栽植物、杂货等等 此外市集还推广数十净丝、食品 如净丝、骨粉饮料、净丝面以及多种净丝糕点 这个市集无论是物品或是食品注重的都是清静在沿头 强调共享资源在利用的理念 在我们这个市集里面我感受到的是不一样 我们并不是以商品出售 然后是我们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结缘 是延长雾命 然后会有姻缘的话跟这个物品有姻缘的人 他会启动他的善念 再一个就是让我们断舍离 我们要买我们需要的 不要买我们想要的 然后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时候 会买到很多我们用不到的东西 然后会通过这个市集 把我们这个物品拿出来 给到更需要的人 我也如过珍宝的收获到了一本我们慈祭佳人出的一本书 二十四节纪 我会把它带回中国送给我们长村的杜世伯 所以这个也体现到了一点传承 在传承我们慈祭理念 静思人文 市集的独特之处在于零负担和无标价 这样的方式能够促使大家分享自己的物品 使之变成共享资源 市集中提供的纯素食食品也吸引了参观者 让他们了解到静思的产品不含任何添加物 简单而健康 今天参加的这个市集就很好的是 它可以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可能新的也好 或者长期用不到的东西也好 可以拿出来 然后放到这里跟大家去分享 然后去交流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可以发心自己需要拿回去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后把这样的款去扫进那个码 那个码就直接可以捐到我们的慈善基金会去用 对 所以这就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标题一样 就是零负担 然后也没有标价 在市集当中 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静思这样干净的纯素的食物在 所以就是在逛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吃的东西部分 很能够吸引到来逛的家人 它可以通过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品尝 然后就能够了解到我们静思的产品 没有任何的添加 那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呈现 它可以提前做好拿来煎一煎 然后就可以吃 或者是粉状的东西拿来冲一冲就可以喝 市集的特点是无标价和共享资源 鼓励分享物品和延长其使用的寿命 市集还提供了纯素食品 展示了静思产品的简单健康之外 市集让参与者能够支持 瓷季的慈善活动 这个活动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并在不同地点传播了瓷季的价值观 成为了有意义的文化交流机会 推动了共享和善行的理念 马来西亚 槟城 冯利希 报道